大家好 我是神鼠公 今天來玩三國之幻想大陸 那今天是法陣的奇策挑戰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最高打到了3億2000多萬 目前排名在第一名 那現在就要來講講陣容 首先是講到第一組 那這個是參考日本YouTuber跟官方的DC 參考而來的陣容 這是好任曹操 大橋元少 雷雲 公孫戰 蔡文基 其實跟昨天的陣容是差不多 只是位置有點調換 那神兵的部分 跟昨天一樣 扇 和斯璧 槍 那有人這邊是用刀 但是我自己是用槍打出最高傷的 再來靈寵的部分 是用比翼 玄武 跟白虎 那白虎你如果有五星 當然分數有機會再更高 看到星數火術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火術 公孫戰只有三火 雷雲只有四火 好任曹操是連火都沒有 那潛能的部分 快速會講的是從左至右 蔡文基 1121 公孫戰 2212 雷雲 2212 元少 3233 大橋 2232 好任曹操 1131 那當然這個潛能是我自己的點法 或許有更好的配法 再來 戰魂就是雷雲弱點突襲其他戰役勃發 換武的部分 蔡文基大橋換武全開 那這樣多士級是這一組的話 可以打到3億左右 那要到達3億2000多萬呢 我則是用這個陣容 把豪刃曹操移到下面來 然後第一位換上王毅 然後其他的東西完全不要改變 一樣是使用這個神兵靈寵跟整個配法 那這樣多士 我就上到了3億2000多萬了 那平均傷害其實都在2億多啦 簡單來說 今天還是要靠賽 還是要多士 好 第二次就到2億9000多萬了 有沒有 其實這個配法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第三次2億新鮮多 所以都是蠻平均的啦 我覺得都還蠻靠近3億的 但是你要3億以上就是要靠點 養獸 要靠賽 那這邊如果換窮騎會不會更好 我自己試是沒有打出更高傷啦 但是大家可以再試一下 好啦 感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